本视频由蔚来车原创制作 众所周知 汽车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发动机 如果发动机出现状况 可以说是让驾驶员最闹心的 毕竟发动机的好坏决定了这车的品质 英国的一家机构对不同的车型的5万个发动机 进行了质量对比 同时删选出5个品牌的发动机故障率最低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看看哪个发动机故障最少吧 大多数国内消费者都特别喜欢捷豹汽车 但这也是因为捷豹汽车的整体表现力还是相当给力的 捷豹的发动机故障率排名第5 也足以证明捷豹其实的非凡实力了 虽然现在的沃尔沃已经被中国的吉利所收购 但是有许多人认为沃尔沃被中国品牌收购后 品牌影响利取对货大不如前 不过吉利牌的沃尔沃汽车 还是凭借过亿的实力 得到了海内外不同消费者的认可 特别是沃尔沃发动机的质量 不仅没有降低 反而在精益求精 网单排名第4特别难得 奔驰在中国人的眼中 那就属于豪车的典范 并且能工人所追求的精益求精 是很多国人相信的品质 而且奔驰的销量一直碾压着宝马和奥迪 奔驰的发动机故障率排名第3 我们已经能想通为什么它的销量这么高了 日本车已经攻气躁出名 这一点上丰田也做得很不错 只不过在发动机质量的排名上 丰田也只能拒去第2了 日本的发动机质量确实是港港的 因为发动机质量第一名的头衔 也花落日本汽车品牌本田汽车了 本田的发动机故障率大约只有3% 同时民间还有一句调侃的玩笑话 那就是买发动机送车 说的就是日本本田